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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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同地区一共35部电影 齐齐各族16项的大奖 我们香港女演员梁雍婷 凭住百日之下奪得最佳女配角 而导演卓逸谦 也凭住年少日记 拿到最佳新导演 另外电影金手指 就拿到最佳美术指导 和最佳造型设计 真是恭喜 不喜欢电影的朋友 相信除了有留意这个颁奖礼 应该都知道 今天起一连四日 就会举行香港国际影视展 FILMART2024 有多场电影巡礼发布会 交流会和视影会举行 到底哪一样比较吸引到你呢 香港影视娱乐博栏 2024已经开始了 而今天我就来到这一项 重要的盛事 香港国际影视展FILMART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 可以见到宣传大使黎明呢 很想疯狂听他说这句 有很多不同的挑战 大家经历了 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也都吸收了 相信在这个这么好的基础里面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创作 会重新再浮现一些新的作品出来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 香港国际影视展 于3月11日至14日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会聚来自超过25个国家 以及地区约750家参展商 为期四天的影视展活动内容丰富 包括电影巡礼、研讨会、视影会 而第三届亚洲影视娱乐论坛 将与Firmat同期进行 论坛深入探讨热门议题 包括新程式、人工智慧的应用 串流平台发展等等 这次带来的作品叫做《充霸小铁人》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 for儿童小朋友的真人实践节目 那我们在经历带着这群小朋友 一共经历了有差不多两个半月的时间的训练 然后他们透过这个训练之后 最后去参加了铁人竞赛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们真实地记录了在这段过程当中 他们所有的辛酸鞋力 今年你们会有什么重点学习呢? 未来很有理想的年轻人作品 《堵破法兰克》 希望今年做多些本地制作 做多些港产品 那今年想透过Firmat 有些达到什么目标和期望呢? 会多一些海外的客人 和一些发行的渠道 可以令到更加多的电影 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而且在制作预算上面 可以多一些去做一些不同的题材 我们希望把这个节目带过来 然后介绍给全世界各个地方 更多的一些媒体单位 然后能够认识到像我们的节目 这年轻人的Firmat 启示娱乐重要的交易平台 你们今届的元素是什么呢? 今年我们都见到一些最新的科技 例如AI 他们都在我们Firmat展示 也有看到不同的区域的展馆 今年有超过30个区域的展馆 可以出进区和区之间的合作 这个也是我们看到Firmat的一大功能 亚洲影视娱乐论坛 今年有什么新的议题? 其中一个分享一定是欧洲和亚洲区的一些合作 在制片方面 在题材方面 同期技术方面 新成技术AI 还有我们现场也有一些虚拟的制作室 去展示给大家看 我们都想在香港这里展示这个业界最新的一些 最新的趋势和最新的技术给整个业界去知道 有没有成功个案可以分享一下呢? 去年我们的江苏馆里面有一个出戏 都是我们Firmat的 去年首播 就是这个老鹰竹小鸡 这出戏呢 他们就在我们现场 遇到一些欧洲方面的买家 到今天他已经是将这些出戏 成功是全球50个国家 或者地区去散出去 今年亚洲影视娱乐论坛就有先锋对谈 新成识人工智慧 在影视娱乐业的前景的讨论 似乎AI已经逐步应用在影视娱乐项目上面了 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不如都分享一下你用AI创作一些动画的经验 我参与很多动画的支援计划 或者制作的团队 动画制作的流程是说 它有很多部分其实都帮到手的 譬如说在美术设计方面 角色设计 譬如背景的设计 或者一些道具的设计 它是很快的 在后期的制作 它都可以帮到很多工序的 影视作品讲求创意 你觉得用AI是取代还是副作创作人呢? 一直我都是用副作的心态 都是当是一个工具 因为你说创作人的脑 我觉得是全宇宙最强的一个 创作的一个工具 可以这么说 未来来说 AI的前景或发展又是怎样呢? 我们看好的 看好的 其实工具是很重要的 因为始终是技术的创作来的 但是技术它很成熟之余 但是始终去到尾 都是我们的创作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想到什么 怎样利用AI这个技术去帮我们 我觉得是人和AI的合作 今天Feedmart里面 还有一项重要的节目 就是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为了发挥文化圈 同声同气同根同源而拍摄的 4K超高清系列几十片 从大湾区出发 举行首映推介 同业界以及传媒朋友 一起欣赏精华片段 还有导演分享 这四集其实 讲的内容 现在暂时我们先完成了四集 包括有大湾区电影 大湾区的基建 农业 还有一集是讲应祖归宗的 四个都是我由心而发 我很想讲的话题 一条铁路 一火烈车 都见证着一个地区的转变 这两年香港电影大放以彩 既然之有物 亦都是娱乐丰富 你有没有入场支持 而在香港影视娱乐博栏 2024的活动之一 香港国际电影节 将会在3月28号开始 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电影放映 大家要密切留意 不要错过了 422齐走掃 4月22号就会实施首阶段的管制 即气胶餐具和其他的塑胶产品 都会禁止销售和免费供应 大家也是事后要改变依赖塑胶的习惯 我们今晚就请来绿色和平项目主任 谭炳霖和我们分享一下 怎样有什么走掃的好方法 欢迎Lian 你好 422管制即气胶餐具和其他塑胶产品 这是首阶段的措施 主要是分几方面的 看到是和零售、食肆和酒店方面有关 可否详细地说一下 其实所管制的塑胶产品有什么呢 说回即气胶餐具 会规管唐食外卖和终端销唐食外卖和终端销唐食外卖和终端销售会规管一些即气胶饮管、膠刀、搅拌盘和所有发布胶餐具 在唐食方面规管多一点点 不能再有即气胶杯、胶盖和食物容器提供给唐食的顾客 回到酒店那边 不能再免费提供即气梳洗用品 即即气素家的售洗用品 而商场也不能再免费提供一些螢光棒、打气棒 又或者一些即气雨傘袋给顾客 根据你接触过的市民 他们对于今次抓捎这个管制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们在公众咨询的时候 都召集了超过5000个民众一起去表达 其实要开始管制即气胶的物品 很多人都支持 而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都不少人觉得都是一件好事 因为一些的螢光棒 过多的打气棒 或者雨傘袋 都汇染很严重 但某部份的情况 都有一些市民说 未那么了解 明白 那你预计422这个新措施实施之后 对于市民的生活 以至是整个环境 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的 市民生活有一定程度是改变的 但是环境来说其实我们也挺需要条例的 因为我们看回都市固体费物的报告 我们堆填区每一天是送超过11000吨垃圾过去 而当中第二大律别就是塑胶 只是说积气胶餐具 每一天都有227吨送去堆填区 所以希望今次的管制 就真的可以倒截源头 不过我也很害怕 如果只是胶 而不是其他的积气物品 都是一个隐忧 不过我相信市民都愿意为环境出了分力 不知道外国有没有什么抓索的文化 值得我们香港市民去参考或者借镜的呢 是的 在2019年其实欧盟已经出了个指示指引 是需要管制十项的积气塑胶物品 而在不同国家 除了一些管制之外 其实做多一些是如何推动重用文化 以德国为例 其实它就有条例说 如果生产零售商要提高饮料的产品 不可以只是提供积气塑胶容器 或者类罐的 是要多一个就是重用的选择给顾客 近一点 东亚地区 其实我们经常去的台湾 都有些重用的措施推广 像你去买珍珠奶茶那样 原来已经有两个法例了 第一个就是 其实商家 如果你自己带杯去买那个饮料的时候 商家是一定要给5元台币的差价优惠给你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连锁的快餐店 是的 饮料店 是需要提供一个重用杯的借环服务 就是你就算忘记了带杯 其实你也可以要求商家 给一个重用杯借给你 你喝完之后还回去 他就如同糖食餐具一样洗 再给下个顾客用 很细心的安排 还有这么多成功的措施 证明我们真的可以做多一步了 我知道你们过去都搞不少一些走数的活动 其实参加者甚至市民的反应是怎样 还有成效又是怎样呢 是 其实我们在2022年开始 当时香港还没有很多借环餐具 同一间初创公司合作 在上环开展一个重用杯的借环计划 一开始可能只有6间 到现在其实有超过35间的咖啡店参加 整个成绩来说 至今应该超过9000个职器杯是省下来的 那归还率呢 有很多人都问我 咦 那香港人还还还杯啊 其实我们发觉是有98%以上的人 是会还回个杯给我们 那可以见到其实借环系统 在香港是十分之可行 也是可见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计划 可以推广给更多不同的商家 希望他们走多一步 尤其是连锁店 因为其实他们有很大量的人力物力 他们更加有潜能去发展这个重用系统 所以香港人都很高质素的成效很好 其实无论是走售 或者是借环重用 或者是自备容器去买的话 都是环保的好方法 你觉得长期落实的话 对我们整体的社会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借环还是自备 都是一个走售的好方法 如果是说自己带 就好像只有消费者的责任 其实刚才也说过不同国家地区的例子 其实借环是一个好的方式 因为其实生产商的责任 走多一步 给多一个无数无積器的选择 给消费者 所以其实好像你所说 一人走多一步 其实就是为我们整个地球出一分力 所以走售就应该要从今天开始 不要422开始 多谢Leanne今天和我们分享这么多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保护地球 令我们的地球继续都这么漂亮下去 说起美景 其实沙头角禁区开放之后 是方便了大家去附近的岛序 例如是鸭洲和吉澳附近岛序 去欣赏一些自然美景 和传统的文化 如果大家未去过的话 就绝对是推荐大家欣赏我们以下的短片 和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香港的岛序 今次的玩乐好去处 就去到沙头角附近的两个岛序 听说这里有美风景体之余 还有超独特的地质面脈 我们一起去看看 热好了身 准备好 Go 今次行程是先去沙头角禁区里面的公众码头 再搭船去到全港面积最小 而且有人居住的岛序 鸭洲 本波的岛序 从北边到北边到北边 刚刚到北边到北边 那 connected岛序 远遇到北边 就是往北边到北边到北边 哪有了 大沙头 尾巴 多沙头 北边暴退 只有0.04平方公里 它貼近深圳 你見到那些貨櫃碼頭紫尺之近 在這裏也屬於香港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的範圍 鴨州最值得看就是它的地質地貌 而我們後面這裏也是一個海蟲鞏 但它另外就是鴨眼洞 這個鴨眼洞都經過一段長時間的侵蝕過程 它本來是一條垃圾 但經過兩邊的海浪侵蝕 慢慢擴闊成為海蟲洞 最後就形成到現在大家看到的海蟲鞏 Charles 這裡的石頭會不會掉下來 會的 不過不容易 在我們背後就是角力岩 這些角力岩裡面 主要可以找到熔岩和火山灰 這些其實跟東名州有不同 因為東名州是沉積岩 但現在這些小小的角力岩 屬於熔岩 我們現在看到的角力岩不常見 只能在印洲堂這裡 鴨州 吉澳的赤角頭和一兩個小島 可以找到的象 其他地方找不到 在這裡有這麼多東西看 但來到這裡有沒有什麼注意事項 或者不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鴨州屬於地質公園的範圍 所以我們也會保持這裡的生態環境 所以不會撿走這裡的石頭 背殼 不會大聲說話 影響這裡的環境 離開了鴨州 我們就出發去附近的一個小島 叫做吉澳 吉澳是以前大澎灣一帶主要的避風港 也是來往深圳鹽田 和新界東北村落的中途站 Charles 吉澳有什麼玩的呢 吉澳很多地方都是一個很漂亮的打卡點 好像前面西澳那裡有些六角井 另外有一個觀海亭 看出很漂亮的風景 這裡也會看到天后廟 吉澳故事館 另外還有兩個很漂亮的觀景亭 一個叫做高地頂 可以看到整個沙頭角海 大澎灣的景色 另一個就是高澎頂 也是文化徑會經過的地方 文化徑其實差不多是吉澳的龍脈 一個沿山直走的地方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吉澳故事館有什麼看的呢 吉澳故事館裡面其實收集了很多吉澳的文化集族 所以在裡面你會看到 介紹安隆太平清照 會介紹以前客家人的生活集族 和漁民的一些捕魚方法 當然啦 最特別的是它有一對鬼佬門神 它背後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到時來到故事館可以慢慢欣賞 今天我就來了鴨州和吉澳兩個地方 在鴨州那裡就看到有非常罕見的角力岩 覺得很特別 然後在吉澳這裡就走了一個山 發現這裡的風景原來很漂亮 同時間欣賞到吉澳這裡的歷史和文化 覺得大家可以帶家人來一家大小欣賞這裡 親子玩樂真的有很多好去處 好像這個星期六三月十六號 港鐵就會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首度舉辦綠鐵B動樂日 有綠色大使會帶大家去了解和體驗綠色生活 在活動當日 場內就有六米高的綠鐵B充氣裝置 兩款Q版列車版給大家拍照打卡 也有大人小朋友都喜歡玩的攤位遊戲 給小朋友進程方電的充氣滑梯 以及可以化身做小車長的電動小列車 來體驗駕駛樂趣 玩到累了還可以在現場欣賞一下 舞台表演和品嘗地道美食 到時也會免費派發棉花糖和炮谷 入場人士還有機會拿到限定紀念品 而3月23至24號 香港天文台都有開放日 又是一個親子好機會 去了解一下天文台的日常運作 認識氣候變化 開放日的主題是 走在氣候行動最前線 到時會有展覽去介紹天文台 如何應用新科技去做天氣預報 航空氣象 微氣候監測和輻射監測 已經成功獲取二圍馬入場圈的人士 在明天之前就會收到確認電郵 不過除了親身去參觀 大家在3月23號開始 亦都可以經網上參觀到天文台 其實本港的親子活動 確實很多元化 好像是寵物友善餐廳 家長可以帶小朋友和寵物 一起去享受美食 不知道以下這班小朋友 有沒有去過寵物友善餐廳呢 有些寵物友善餐廳 有些寵物友善餐廳 可能很開心 寵物可以試多一些新的東西 可以專門讓寵物和主人 去共進午後時光 寵物可能會在那裡 便會很麻煩 又要清潔 狗、貓牠們會脫毛 如果有人是有鼻敏感 進去那間餐廳 便會很不舒服 去祝福 家長 他都不舒服 我在派人家 寵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